那我才知道原来他俩摸的是同一只猫 先来看波波Redmi里抱着的这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还记得哥哥20年在上海撸的这只猫咪吗 没错这居然是同一只 还记得当时都在找哥哥撸猫的地方都没找到 原来这是在一位导演的工作室拍的 就是这位导演 从这位导演发的图片里看到 就是哥哥那天撸猫的地方 一模一样的地方 导演图片的猫 就是哥哥当年撸的那只 这位导演的工作室就在上海离波波街舞录制的很近 就是街舞探班那次再次实锤了 而哥哥和这个导演多次合作呢老熟人了 而波波这个广告也是这位导演拍的 是同一个导演 同一只猫咪 好家伙果然 这动作真的是他自己家的 今天看到街舞总决赛的编舞版了 前面的这些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到最后这个动作 原来排练时是这样的 怎么到你这就成这样的了 人家编舞师说了他做得很好 并且在原动作上呈现出自己的风格 没错是加入了一些自己炫耀的想法 王大锤可一直都是紧跟实事的 反正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当年这个滑服就被他改了动作 人家编舞是正常的身高拥抱 你非要带入你哥的身高拥抱 别问 问就是对象长得高 问就是知道我们客的欢 顺便再给你们修一把 嘿嘿嘿嘿嘿嘿嘿